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拖入加时赛,但进入加时赛后,老鹰陷入得分荒全队值的5分,而尼克斯多点开花,拿下15分。 这场比赛尼克斯展现了他们的韧性,朱利耶斯·兰德尔是赢球的第一功臣,他全场比赛41分中,21中11,3分8中6,拔球13中12,拿下44分,11篮板6主攻一角断,命中率52.4%, 3分命中率75%,末杰7分中里,拿下10分2篮板一抢断,加时赛5分中拿下,3分2主攻一篮板,关键时刻,拿下了13分。 这个表现比上一场,对阵黄峰16中,五堂赢要出色得多,但德里克·罗斯,在末杰的表现依旧抢眼。 罗斯此意在末杰吞下,三次犯规,被吹罚下场。 这是罗斯本赛季,第一次因为六犯下场,但他在末杰11分中,五中二,三分一中一,罚球二中,二拿下7分一抢断。 末杰开场是罗斯,将分差,一度拉开到8分。 在老鹰反超后,也是罗斯的上篮,将分差扳平。 罗斯在关键时刻,是毫不手软,全场比赛30分中。 十二中八,三分一中一拿下,二十分四篮板三助攻抢断,命中率66.7%,效率直惊人。 其实这已经是,罗斯连续三场在关键时刻,有出色表现了。 对阵黄峰一战,兰德尔很低迷,罗斯末杰五中,拿下8分一篮板一助攻,帮助尼克斯击败黄峰。 对阵提湖一战,第四节罗斯,8分二助攻一篮板,加实赛4分一篮板一抢断,合计五中五。 换言之这三场比赛,罗斯莫杰加,加实赛合计27分三助攻,这个表现,已经十分惊人了。 不得不说西伯度,将罗斯换来太明智了。 罗斯来到尼克斯,已经打了20场比赛。 场均25分钟拿下,13.3分3.9助攻,2.4篮板0.92。 抢断0.54盖冒,命中率45%,3分命中率37%,这个表现就是一个,最佳第六人的表现。 如今大家明白,西伯度用2021年次伦签加,小丹尼斯施罗德,从国塞换来罗斯,多么明智了。 这个决定,帮助尼克斯成为了,东部前四的强队,在上半区季后赛,是有主场优势的。 西伯度增在公牛,森林郎都做过罗斯的教练。 他对罗斯,是屈根屈底,如今过了尔里之年的罗斯打法,有所改变。 但西伯度知道,他很擅长打关键球。 罗斯的作用,被西伯度去像话了。 文言小白,安。 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